我發現你們很喜歡叫我來看那個塔洞跟May team的比賽 你們是特別關注這兩隊是不是 這個目前看起來他選 他選當然啦他選那個什麼閃電俠然後布萊特 是滿新的啦可是是充牌 再選一個洛伊 洛伊可是對方應該會選雙戰 對啊對方這個應該是雙戰 雙戰士圖倫中 雙戰士跟你打那你充牌的話 配閃電俠 洛伊配閃電俠利用一技能然後躲進他的圈立刻回程再回 洛伊還可以 配布萊特 對耶 我怎麼沒想到突然想到 對耶 洛伊配布萊特 這個布萊特開大之後然後就算打到殘血 只要他走進去 洛伊的那個框框裡面他會立刻滿血然後洛伊再灑個大他回來 繼續打 也是可以 沖牌到爆耶 他想要打沖牌 而且 閃電俠不是中路 我剛剛以為他閃電俠是中路 欸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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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個人覺得閃電俠配洛伊的那個 就是因為消耗的能力會比較強啊 就是你閃電俠出去 一技能出去 然後二技能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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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普攻 下去之後 然後回來 就是這樣子做消耗 然後呢 反正你要回補的時候很簡單 洛伊在原地開個圈圈 回家的圈圈 然後你成天俠一技能過去 然後 他就會回家了嘛 然後你成天俠再按一技能 他就會這樣 咻 這樣順回來 就很好玩 這個之前 之前是 但是 哇那個好幾年前了 以前還有用馬洛斯 你們還記得嗎 以前那個鼠鼠做那個 馬洛斯那個 佩洛伊的影片 超好笑 就是馬洛斯開大 然後 從溫泉跳出來 超帥 他們這個應該是要這樣子打啦 然後 他是想要打一個全衝牌的 重點是他的角色很省 他這場如果贏的話 血爛 不對耶 這場就最後一場了 他這端踩 他這場是最後一場 他沒有 不對耶 他這場是直接擺一個陣型 那就看他們 這個團練他們應該練很多了吧 不然他們怎麼敢 最後一場拿這個東西 他們套路這麼深喔 塔龍的套路這麼深喔 他角色詞也太廣了吧 那個 以瑞子 我現在 我現在看到 目前啦 魔龍路的玩家啦 角色詞最深的 目前就是第一個 0322 第二個 以瑞子 他們都敢拿出來 戰士 他們現在拿出來 除了射手以外 戰士法師 他們都拿出來喔 現在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玩家 然後 重點是他們還補上 他們這場又換上了一個 Defo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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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也是 原本是那個 那個什麼 打射手 然後後來被交易到塔龍 現在塔龍有兩隻 蒙路很強的玩家 然後他們竟然擺正擺成這樣子 嗯 是可以瘋狂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就是那個 灰塵 灰塵的效果 你看那個 那個洛伊 你有沒有一技能 然後過去 你看右下角 一技能過去 然後回家 然後再放過來 咻 你看小地圖 超好玩 哈哈哈哈 這個生命超好玩 正點就是 那次布萊特也可以 布萊特 大絕 我剛才 我剛選角色想不到 突然想到 欸 已經突然為之一亮 欸怎麼會突然 對欸 布萊特開大之後 他不是會有那個盾嗎 對 洛伊只要在原地放那個回家 他就可以利 因為他撐得住嘛 然後他就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 這個我以為Defolz要進場 我以為他要進場 我以為他要打 就沒有 我以為他要打 因為有洛伊的那個回家 所以他就可以這樣子 所以A到底 然後回家之後 他會 立刻補滿血 他是不會死的喔 可是他這邊應該要開大 來 踩到那個裡面 漂亮 然後再回來 再回來 你看你看 有沒有 他可以立刻補血 超好笑 結果還是死了哭 可是他們這邊 交換 算蠻賺的喔 算蠻賺的喔 哇 學爛了 這就是他們要的啊 不停跟你換人頭啊 哎唷唷 然後反正呢 現在 他們完全不用怕跟敵方打消 反正呢 我可以 他可以除了就是利用洛伊轉過去以外 反正他已經先完兵線了 轉過去 然後再利用這個回家 再過來 再回去 沒有回去喔 喔他要走到下路 OK 那他就是沒有回去 OK 沒關係 反正呢等一下 他現在就是葉納走鐘嘛 對不對 葉納走鐘 然後 閃電俠 配那個洛伊 就一起鼓舞霞 然後那個洛伊現在就是 到處走 有點麻煩啊 現在這隻角色 欸欸欸欸欸 普攻普攻 下手會 要輸欸 反正他們現在就是一直跟你打交 然後 他們就是 避免跟你正面五五碰團 因為你五五碰團有點太想 再回來 閃電俠 又回來了 又滿血了 阿呦欸 這個導播會tag 哈哈哈哈 他就是跟你一直這樣跟你爐小 超煩 超好笑 好繼續往前 再揍一下二技能 好沒關係 反正還有 還有回家 不會死 來回家 咻 OK 然後再大絕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白目 我的天 這真的超白目的 然後等一下布萊特也可以喔 反正 反正 就是剛剛所看到 那個什麼 上路的那個會戰 看到的 就是布萊特可以利用他的大絕撐住 然後 我個人覺得阿 這場 他布萊特拿去打佛洛倫 應該是算好打的 因為佛洛倫 會一直滑你嘛 他布萊特就在站著 從頭跟你打到 那種感覺 哇 無情單殺 消耗到消耗到人家沒有血線阿 我的老天爺阿 好煩阿 這隻閃電俠阿 這個四個充牌 而且他選了兩隻 是非常好搭 洛倫的角色 是 欸 老師 厲害 好多心菜喔 好多心菜阿 好煩喔 這個角色 好煩喔 他們現在這個陣容 感覺右邊快招架不住了 因為他現在就是不停的轉線 然後不停的跟你打消耗 然後就是跟你一直 避免霧碰團 但我還是覺得閃電俠 配合那個洛倫一起走比較好 就是消耗會能力更強 我覺得那個洛倫不要一直 不要 我覺得那個洛倫可以盡量跟著那個什麼 閃電俠一直走 我覺得效果會更好 就是 因為畢竟你 閃電俠那個一技能CD就很短 就是長這樣 然後 配合洛倫就 真的是很煩的 OK 就是你可以一直一直回 一直回家補血 然後一直一直跟你打消耗 就是非常讓人很煩喔 然後現在這個神電俠 他這邊腦衝了 腦衝了 OK 但是他至少成功換掉一個人 然後下路來去做BD 非常棒 虧 削爛削爛 哎呀 中路還可以繼續推 完蛋了 他們現在就是一直跟你打轉線 有夠煩 哇 有夠爐 有夠煩的 龍貓這個蹲點 哎呀被看到 好衰啊 回家 回家 哇 他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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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他怎麼 飛回來 哈哈 這個波萊特 哇順移 哇漂亮 啊可惜 差一點 哎呀 好可惜喔 好可惜 好可惜 差一點 差一點差一點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 他們這樣子轉來轉去 感覺很想有夠哭 飛了半張地圖 有夠哭 欸他們會把那個節奏給打亂掉 現在整個節奏完全都在塔弄這邊 整個把對方節奏給打亂了 路易有沒有大 路易沒有大 路易沒有大 還沒有辦法 這裡叫個大絕 這裡我覺得 SG SG可能要走 因為少了一個Follow人 你們現在主要輸出位 少了Follow人差很多的 這熊欸 太兇了吧 母屁 可是他們這邊有點把自己走死了 有點走死 哇竟然沒有死 哇血爛 血爛 完蛋了 節奏亂 真的好亂 真的很亂 現在PSG 整個亂掉 整個被弄到亂掉 哇 里雷個去了 我個人覺得這場 沒救了 這場應該是沒了 哇那個路易太煩 哇他現在整個把 整個把那個轉線打到極致啊 好煩啊 然後現在 我個人覺得 路易就帶著閃電牆走就好了 直接就回去 耶 然後再回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酷啊 各位 我的天啊 超酷完蛋的 讚尼爾 飛 我個人覺得讚尼爾 飛弗洛倫就好了 然後弗洛倫 看弗洛倫的發揮囉 這場 這場 右邊的生死就是那個 Summer 那個PSG的那個弗洛倫 如果他沒挖好的話 這把後期是沒輸出的 那個 蘭鐸到後期是沒輸出的 他前期節奏沒有帶到 他前期節奏被敵方給亂掉了 不然 他前面應該是要引線的齁 喔喔喔喔 進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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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哇 被他砍起來耶 小米花哥 死了 這死定了 結束了 12分鐘結束 12分鐘GG 確認 太扯了吧 再飛過來 好飛回去 以上 我們看一下最後那波迴戰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一波會戰戰尼爾沒大 弗洛倫直接被打到半殘 這裡他已經登出了 他已經沒局了 然後戰尼爾是沒大的喔 可是他們先殺掉葉納之後 熊貓也死了 最後面我真的覺得 最後面真的就是那個 那個布萊特刷起來了 他一瞬間刷起來 瞬間把他的血線又奶了起了 奶了一口 哇 不然PSG剛剛是有局的 好可惜喔 然後主要重點是 戰尼爾沒大 戰尼爾的大差異 你看他現在大絕才亮起來 哇 不然鋼琴 琴琴應該不會是這樣子 因為他會有減傷 不得不說 他們這個消耗症 有的啦 衝牌 然後一直轉 你看讓那個蘭鐸前面戴節奏的角色 竟然 蘭鐸琴琴超強的 竟然讓那個蘭鐸整個 前面整個 不知道到底要打哪裡 因為 他不會死 他不會死 那個殺 打到他半血之後 我想要壓他 欸 你怎麼又滿血了 那個洛伊讓他回去又回來 哎呦 有耶 這個菜單 這個 無數覺得不錯 我覺得不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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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好多新東西喔 四個衝牌配合 配合 洛伊 然後有兩隻是可以搭配 洛伊的角色 衝死 這場是直接衝死 直接衝爛 直接爆掉 最後一波會戰 Defaults打得太好了 然後看到那一瞬間 發覺 沒招 直接進場 漂亮 收割 歡迎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你對於這場的看法 我覺得 他們怎麼每一周都有新東西啦 他們到底是怎麼團練的啦 他們到底花了多少時間練角色啦 太扯了吧 我那個閃電俠真的很爐耶 超級爐小的那一種 哦呦好期待喔 好期待在國際賽 國際賽的時候 GCS的隊伍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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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方現在很多新菜 很多新菜 我相信 絕對 也可以跟上他們 絕對可以 研發出我們自己的一套的 OK 我讓你各位 記得幫所有的台灣隊 加油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運動 人 是 人 贏 贏 贏 人 贏 贏 人 贏 人